现打面团包进蓝莓果酱 经过破百度高温烘焙约半小时 一颗颗蓝莓面包就能出炉 好事多堵莓果事件后 冲击第一线餐饮及烘焙业 像现在蓝莓事情 烘焙业很常被迫及到 民众他问说是不是买相关 这个店家的蓝莓来使用 告诉我们消费者说 我们都是经由高温烤焙 而且我们不一定会使用到这一批的蓝莓 会加工的果实风险较高 房间大多使用果酱及果干等 加热锅的制成品来降低风险 读物科专家解释 以高温85度烹煮就能消灭A肝病毒 只是美国智利美国都有病毒 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分口传播的话从什么地方来 那第一个阶段可能就是这个水源 可能受到这个粪便的污染 那所以导致说这水源里面 有很高量的病毒 包括这个生鱼片 那包括这个蔬菜水果 其实都有可能 A肝病毒主要由粪口传染 根据学界研究 途径从水源土壤到人都有风险 上游业者若以排泄物施肥 或是上完厕所没有确实清洗干净 就可能让民众病从口入 与我们吃到的量来看说我们到底会不会中标 每一次吃的量都是比如说一包两包这种大量的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当然风险会很高 但是会被发病还是根据个人的体质跟它的免疫力 学者提醒想降低食安疑虑 除了避免吃生食 平常勤洗手也能安排抽血检查 同时慎选食品及用餐环境 才能避免健康受到威胁 今天新闻曹环城市右尾采访报道 大贼近新闻APP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